老板 买单 好嘞 你算一下 这得多少钱 加了一瓶饮料 119 送你110就行了 来 扫哪里啊 我手机没电了 我家就住在楼上 你看能不能明天我跟你送过来 美女啊 你看我们这边小本生意 不涉账的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呀 老板 不是 你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了 我说明天给你送过来 再说 就这110块钱 我还不至于设账吧 你明天送过来啊 明天送过来啊 就换老板了 这样吧 你啊 是我们最后一播客的 也算我们有缘分 这座就算我请你了 不用付了 没事 不是 等等 老板 你等等 我怎么没听懂这个意思呀 我这110块钱没付 不 这就换老板了 就这一桌也不至于吧 不不不 这也不是因为你的110块钱 嗯 是我准备把这个店盘出去了 这明天啊 就有可能来新的老板了 我就不在这边了 是真的要换老板了 把这个店盘出去了 你这菜挺好吃的呀 挺可口的 为什么要把这个店盘出去啊 你也看到了 这店里啊 也没什么客人 现在啊 生意真的不好做 你这饭菜做得这么好吃 为什么没有客人啊 其实以前啊 生意挺好的 这不 这两年受大环境影响 之前啊 每口又休了半年的路 复业之后 也没什么客人 也没办法继续营业了 那也是啊 受大环境影响 是挺不容易的 我看你这个店 也开了好长时间了吧 应该有不少的老顾客呀 是的 从我和我老婆把这个店盘下来到现在 也有八年时间了吧 八年时间了 八年了呀 这八个年头了 你突然把它转出去 你舍得呀 舍不得 这八年以来啊 我们一直拿着当孩子一样照顾 真的舍不得 但是 实在经营不下去了 我们总不能在这里耗着呀 嗯 那你突然把这个店转出去了 你们有什么打算吗 就想的 想回老家吧 我们租的那个房子 也快到期了 到期啊 也没地方住 身上也没什么钱 也只能回老家了 是这样 你把这个店盘出去 是不是也因为房租到期了呀 这个房租啊 我们也交不上了 所以啊 就想的先把它盘出去 那你们这里 这个地段 一年房租多少钱 这边房子啊 这边房子一年房租五万 五万 那可是真不少啊 如果说 你们这个房租能交得起 你们还会坚持下去吗 肯定会啊 我能交得起房租啊 我肯定不舍得把它盘出去啊 我们经营这么久 但其实 我没给亲戚朋友借钱啊 也借不到 没办法 是真的没有办法了吧 是挺舍不得的吧 诶 朱莉啊 你看我那个工作机带了吗 诶 江总 带了 带了也不早说 老板 这样吧 嗯 我看你这人挺实在的 咱俩加个好友 嗯 交个朋友 我把这钱呀 给你转过去 行 我扫你吧 我叫江美 说实在的 你要是突然把这个店转出去啊 我就在这吃不了饭了 我还是挺怀念的 老板 你看一下 我把钱啊 给你转过去了 诶 不是美女 你干嘛给我转那么多钱啊 赶紧收了吧 你不是说了吗 如果这个店还交得起房租 你还会继续坚持下去啊 交得起房租肯定会 但 但这一桌才一百一 你给我转这么多 咱们都是年轻人嘛 我们年轻人都怀揣着梦想 我不想让一个年轻人的梦想 就此磨灭 我希望你能坚持下去 所以说 我想帮助你 希望 咱们把这个房租啊 尽快交上 好不好 你听我说 我之前找亲戚朋友都见过 都见不到 你说我们又不认识 你给我转这么多 我怎么还你啊 是的 我们是不认识 素不相识 但是我一个陌生人 今天坐在这里 你都能把这顿饭给我免了 你都愿意请我吃这顿饭 那么我作为一个陌生人 今天我们也算是朋友了 但是作为朋友 我们是不是应该互相帮助呢 我们这个店的现在生意也不好 你看 我一时半会也还不了你这个钱啊 我这个钱啊 就当玉存在这里了 以后啊 我来吃饭 你就在这里面扣 行 那肯定行 以后你来这里吃饭啊 你就告诉我 你想吃什么 我 我都给你做 以后啊 有什么失业者 流浪者 到你这里来吃饭 你也从我这里扣 谢谢 谢谢 也祝你啊 这店生意兴隆 我就先走了啊 拜拜 你这都卖的什么破菜啊 这能吃吗 全都烂了 你刚才买的好好的 怎么会烂呢 你别磨叽啊 赶紧把钱推给我 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啊 穿得这么白症 三块两块还计较 那什么人呀 关你什么事 你别待着去啊 快点 哎 王医生啊 你老伴的医药费还交不交了 再不交的话 再不交的话 就把你老伴的药给停了啊 我求求你了 王大夫 千万不要停药 我把钱送去给你熄过去 那好吗 再给你几天时间 到你啊 好的好的 我谢谢你 幸福之花 把处处开别 啊 只要人人都先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人 天见 啊 只要人人都先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人 天见 天见